低碳概念从小扎根 新北市的小学校园 各种低碳设备 让学生亲自操作解说 进化水之后 它又回到鱼池里面 给鱼池使用 就连新北的诊所以及社区 也加入了低碳节能的脚步 因为全球有超过70%的 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大城市 为了不让发展成为环保杀手 新北市举办国际论坛 邀请到德国 日本 蒙古 各大城市的环境部门首长 与专家学者集思广益 希望把国际的一些经验 纳入我们未来政策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也跟行政院 整个的能源办公室一起合作 希望我们最后能够 大家都能够做到低碳节能 推动低碳城市 新北市环保局积极作为 包括打造屋顶农场 串接席食分享网 并完成了全市22万盏LED路灯换装 一年省下了上亿元的电费 连续七年最干净的城市 连续两年是节电冠军的城市 以及我们推动所谓的节能减碳 让我们的空污能够大幅度的降低 其他像是推动绿能运聚 鼓励煤盒工程 降低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新北市环保局成立30周年的当下 希望新北市的地碳时代 越来越进步 记者杨中盛张文鱼新北市报道 喜欢再做仁北市由 我已经认识了 小伙威 晨中盛张文鱼新北市